小友 我有的猜想 是因为我的妈妈也很爱我 只是猜想 你妈早就知道 孙子已经离开世界 其实呢 我现在回想起了 还有一个细节 就平常呢 我带黄狗回家的时候 妈妈整是悄悄地 一百 两百 或者几十块钱的 伞给黄狗 但这次 她准备了一个红包 但是没有塞给黄狗 又没有塞给她 那一刻我在怀疑 是不是她已经知道 而专则不知道而已 你妈太爱你了 她之所以不拆穿你 是因为她爱你 如果真是这样 那真的是太对不起妈妈 没有 我觉得不要这么说 对 你们都是很完美的 如果我的猜想是真实的话 真是天底下特孝顺的一个儿子 和天底下特疼儿子的一个妈妈的组合 你们彼此无比小心翼翼地 呵护着对方内心的脆弱 我特别相信一点 母亲比你想象的还要慈悲 还要坚强 当然这个王 王峰也特别可贵 素昧平生的一个人 只能证明 人性的善良 依然在我们的社会中 处处存在 真的王峰 很多和你一样 怀着这样美好希望的人 希望能够和奶奶见一面 可能因为体貌的特征不是那么符合 最终你来了 我想你不仅仅是代表你自己 是代表了很多和你一样 有着美好希望的人 站在了奶奶的面前 奶奶抚摸着你 拉着你的手 其实我想这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之间的爱 是这个社会的爱 是更多爱的涌动 真的要谢谢你 谢谢你和那些应征者们 我还想问一下您 因为这样一次见面 其实感动了很多人 我们且不论奶奶知不知情 但至少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您还会安排孩子和奶奶的相见吗 我跟王峰有没有这么一个相约 五年以后 如果我的妈妈 当然我的妈妈还活着 一定会在 那我会带着现在这个健康的王峰 直接去见我的妈妈 告诉她的事实吗 不 还是黄格 就告诉她已经康复了 她可以站起来了 她可以健康也一康复了 我希望给她更多的就是给她 发了更好的消息 您的孙子现在已经健康的 快乐的站起来了 节目看到这儿 我想您跟我的感受一样 被两位孝子深深地感动了吧 邱一松带着母亲行万里路 黄小勇为母亲导演了一出幸福童话 我想这样的事真的不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是却让我们明白了 尽孝的标准 不仅仅是让父母吃得饱穿得暖 陪伴才是最实实在在的小岛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 也让等待成为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